特斯拉大降價 激勵股價大回神 台廠供應鏈怎麼看 歡迎回到這集的操盤手之路 我是謝忠林 不久前在第17集裡 我剛跟大家聊到特斯拉股價與降價的事件 沒想到過了一個農曆年 特斯拉股價竟然出現將近四成的反彈 這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同時我想把17集同學留言的三檔個股 包括366的茂蓮KY 2457的飛鴻 以及3162的精確 做一個看點以及風險的分享 好了話不多說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 首先我們先看到特斯拉今年展望的部分 不得不說馬斯克這個男人真的是太狠了 特別是1月13號 特斯拉在美國的降價幅度 竟然讓Model 3的新車價格 硬是比二手車還低 雖然這樣惹怒的舊客戶 但同時也替特斯拉帶來新一波的訂單草 馬斯克在1月26號的2022年第四季財報電話會議上 是這麼說的 雖然整個汽車市場正在萎縮 但今年1月特斯拉的訂單量幾乎達到了產能的兩倍 顯見降價策略確實幫特斯拉帶來不少訂單 另外在2023年的產量目標上 特斯拉公開的目標是180萬輛 相當於年成長率37% 不過馬斯克認為 這是考量今年可能有供應鏈中斷或其他的大問題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實際上今年特斯拉有著接近200萬台的升長潛力 相當於又是超過5成的成長數字 大約52% 而特斯拉的大降價除了對本身的銷量帶來正面影響 我認為還有兩個面向值得大家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對整個汽車產業帶來的改變 第二則是降價本身對特斯拉的負面影響 以產業面來說 大家都知道電動車對比傳統的燃油車 除了里程焦慮以外 最大的問題就是入手價格普遍比燃油車還要高 讓電動車的推廣無法出現緊噴式的滲透率 但是特斯拉這一波降價 不只打趴自己的二手車價格 算上美國的退稅和節省的油費 入手成本甚至可以比美國的豐田Kemery還低 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一旦電動車的入手成本可以低於油車 就會開始刺激消費者選擇電動車 這也是所有電動車業者所期待的銷售甜蜜點 而如果特斯拉能在壓低售價 充斥銷量的同時保持一定的獲利能力 那麼就有機會在2023年 這個馬斯克自己都看壞的經濟週期 拉長跟競爭對手的距離 再來我們看到降價的負面影響 最直接就是毛利率的下降 這也是市場 特別是華爾街人士最擔心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對特斯拉來說其實並不大 比較其他中國競爭對手的毛利率 即便特斯拉持續降價 毛利率還高於競爭對手超過10% 而這都要歸功於馬斯克深信的第一原理 過去馬斯克就承以這個原理來講解 他是如何降低電磁模組的成本 像是過去每千瓦電力的電磁模組 大約要600美金 於是他就想根據第一原理 電磁油銅鋁碳等元素和隔離膜密封罐這些材料組成 所以從原料層面來看 這些其實只要花費84美金 於是他就盡可能的降低中間的加工成本 讓電磁模組實現商業化 特斯拉也確實有許多的進步技術 除了電磁以外 從包裝到製造再到化鈴為整的主件製造 都在持續幫助公司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讓特斯拉在業界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 反觀其他競爭對手 面對2023年的經濟逆境 則需要進一步的減少資本支出 才更有機會存活下來 自然降低了挑戰特斯拉的實力 所以綜合上面的幾個面向 特斯拉降價這招 除了讓公司持續保持產業龍頭地位的位置以外 也有利台廠供應鏈在今年的表現 下面我來跟大家分享三間台廠供應鏈的狀況 首先我們看到3665的茂連KY 公司創立於1996年 總部位於加州矽谷 目前全球連接限速解決方案的大廠 2017年收購德國電燃龍頭 萊尼集團的電器事業 2021年更以總交易金額4.5億歐元 進一步收購萊尼集團的工業應用事業群 擴大茂連本身在工業領域 以及歐洲市場的能見度 多數投資人剛開始認識茂連 是從特斯拉的電池限速供應商起頭 其實攤開去年第三季的法縮資料顯示 車用其實只佔公司19%的營收 最大的營收來源 首先還是應用在資通產品 其次才是工業以及電器 公司本身認為今年的工業部門 受惠工廠自動化需求上升 會維持雙位數的成長 產品比重會更進一步提升到四成佔比 因為一般工業用的產品毛利會比較高 有機會帶動公司整體毛利率往上走 資訊部門則是受惠伺服器接下來的成長 渴望抵消筆電衰退帶來影響 根據資料機構最新調查14位分析師 預測今年的EPS來看 區間落在26.52到30.28之間 不過近期市場對公司最大的疑慮有兩點 一是公司近期高達70億元的募資計畫 以及整體景氣的走弱狀況 除了擔心籌資完成後會稀釋EPS的表現以外 整個大環境也有不確定的因素 同學們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多留意 再來我們看到2457的飛鴻 飛鴻是一間經營超過50年的電源供應器廠 早期以航太電源供應器起家 之後切入手機領域 不過隨著大客戶MOTOROLA的狀況 每況遇下公司也開啟了另一波的系列轉型 飛鴻最大的看點是切入了電動車領域的電動裝 除了是亞洲第一家發表360K瓦快速充電裝的綠能廠商以外 它主攻歐美市場 公司還跟國內多間包括台泥 東元全漢等重量級的集團合作 爭取全球市場充電設施的商機 去年分別拿下德國汽車大廠服飾的認證 以及殼牌石油的充電設備供應商 隨著殼牌石油近期宣布收購美國最大的獨立電動車充電服務商VELTA 也讓飛鴻讓今年的業績表現出現了想像空間 不過同學要特別留意 隨著充電裝的出貨量增加 公司的毛利率也要跟著提升 觀察近期飛鴻的毛利率成長我們可以發現 暫時還沒有看到明顯成長的趨勢 這個就需要持續的最終觀察 最後我們來看3162的精確 公司在2017年獲得汽車零件大廠閩石集團的入股 2020年正式切入車用零組件 2021年成為閩石集團旗下第5個事業集團 專攻電動車相關的電磁盒 電動車的營收占比已經來到6成 預期今年可以來到8成 是成長非常純的電動車概念股 由於看好電動車車用電磁盒在未來的成長趨勢 明石集團計劃將精確打造成集團 海外的汽車旅件核心供應商 靠著交期外數以及成本控制得宜 目前已經打入大陸的一線車廠 除此之外公司還斥資5000萬歐元在塞爾維亞新建歐洲廠 主供電磁盒產線 主要供應德國福斯8年22億的訂單需求 帶動精確營收明顯跳升 約敏石目前是福斯MEB電磁盒的唯一供應商 同時還有Skoda奧迪也在歐洲這個地方進行認證 預期今年將貢獻9億的營收 法人除了認為公司今年將油虧轉營 也看好未來中長期的發展 預估2023年的EPS應該會有3.6億的水準 而以上的資訊就提供給各位同學們參考 那這集的內容差不多就是這些 這裡幫同學們整理一下幾個重點 第一赫斯拉透過降價來維持市場佔有率 雖然短期會讓毛利率出現下滑 但他的對手們會經營的更辛苦 相信有利於維持市占率 並帶動台廠供應鏈 第二 特斯拉降價後電動車在美國已經出現 比燃油車便宜的現象 是否能成為電動車甜蜜點的開始 值得同學們持續的追蹤觀察 第三 茂蓮飛鴻及金雀三間公司 我相信可以持續受惠接下來的電動車趨勢 不過今天提醒同學們留意的部分 也千萬別忘了 點擊下部影片前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同學們的小動作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 我是謝忠林 祝同學們在新的一年裡紅圖大展 超判手之路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我們下週見 快點擊下部影片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不下週見 照一行 快點擊下部影片